英国政府前年批准香港人申请居英权 第一期的申请人当中成功获得居英权的 目前总共有两万六千几人 他们全部有资格领取英国公民护照 亨昌习记者接触过很多有居英权的人 但是他们多数都以政治敏感为理由 拒绝接受访问 更加不肯出镜承认自己有居英权 因为你不知道将来共产党究竟怎么看 不是一种担心它有什么重大的不利 或者甚至坐牢 如果他出境的时候问多些我都不喜欢 无论惹麻烦 所以如果可以就不要公开 文太早安 早安 获得居英权的香港人只有极少数愿意出境 盧律兹是其一 他从未申请过外国护照 但是以他的资格 他说居英权非他莫属 我觉得自己会是很高的 因为在年纪来计算 我已经在200分之中拿到180分了 工作经验我做了多过14年律师 也都应该拿满分的 教育及训练 150分应该拿完的 特别情况 我觉得我自己都应该拿到大约100分的 因为我自己除了做律师之外 我还有少少商业上的经验 英文程度那里有50分 不过在英国的关系 我就完全零分了 公共或者社会服务那里 我做了很多的不同的公共和社会服务 加上那里另外50分的话 将近去到700分的 我想 和努律师一起竞争居英权的法律界专业人员 有1200人 但是全行名额只有185个 换句话说 每六个申请人 只得一个会成功 努律师有两个同事都落败 我就肥了 因为我一看 觉得他的质量太少 所以我就用以前我的经验 因为我以前是决定 用决定来报 都是不行 现在努律师是得了 我自己觉得是买保险 我又让他开心 我又不会很厉害 或者觉得很不公道 因为始终他们的 years experience 就比我们强 不会因为他有居英权 我没有居英权分开两组 反而是觉得他是很年纪 就是做了很久 我们做得不太久 这样的事分开两组都还可以说 我们这批新军律师 都对97之后的期望是很大的 要不然我们都不会说 说真的这么紫微才能读法律 我觉得是中国一直在转变 整个世界潮流都在转变 潮流浩浩荡荡 顺者则枪云者亡 对于失败者遭遇怎么看 我觉得我是同情 只不过就是我不会觉得 他们会受不到什么大的影响 为什么 因为觉得我在香港来说 根本应该是好好前途 不应该顾虑 但是其实你对香港这么有信心 你可以完全不考虑申请居英权的 正如我所说的 等于一个首饰这样 有比没有好 等于你买了一件漂亮的首饰 你不是说一定要拿着它四围去 可以比喻说因为你爱那样东西 所以你买 可以说喜欢 为什么你喜欢居英权 方便 譬如我退休了 我喜欢去英国 游得去欧洲任何一个国家都可以 我其实觉得香港是最好的 我喜欢有阳光 亦都有朋友 英国经常潮潮湿湿 还有在冬天的时间 三点多已经天黑 给人一个很阴沉 很落魄的感觉 如果你看全世界的经济 政治 或者就算看我们最近的国家 比起比如说菲律宾 泰国 印尼 哪一个地方比香港更稳定呢 我觉得香港的转变自由 是变好 不会变坏 所以我觉得 完全一些担心都没有 如果你看六四以后 中国是比六四之前更加开放 所以我觉得 虽然好像领导人被人批评都很重要 但是我觉得 他们根本心目中已经知得到 应该是开放和改革的 为什么你需要这个保险呢 既然你对香港是有重心 其实不是说一个正式的保险 我觉得 很多时候各样东西都有万一的 如果有万一的机会是怎样的情况呢 很难说得到 如果我想得到的时间 我就不会叫做是万一的 一本英国护照在手 自然可以跌了心水 留在香港发展 盧律师最近频频上大陆投资 他说 不怕在中国搬员面前提及自己有居英权 如果他要问起我上来 我觉得我会直接告诉他 我是有居英权的 在法律上 不要说我拿一个护照是买国 所以我不觉得是一件 什么羞恥的事 因为他们自己都经常要 去拿外国护照 那我们拿到才不是 一件很大不了的事情 虽然中国政府一向抨击居英权计划 但是盧律师说 从没有担心过本英国公民护照 九七后被特区政府宣布无效 或者会为他惹离麻烦 一个这么大的国家 不会因为这些这么琐碎的事 抽后算账 还是怎么样 他们这么多批评的时间 我觉得好像是 英国和香港及中国 大家在斗气着 斗气的事 所说的事 我觉得我不会放在心 盧律师是一间慈善机构的董事 这日他探访机构属下一间 湖里安务院 和那里的社工闲谈间 讨论到居英权申请 我那个组别都竞争着 社工那边都好像很剧烈 最初本来好像没有社工界别 但后来好像说 港督有虚战才有108个位 最初我知道社工行业是没有的时候 我就有点很生气的感觉 所以我就 但是就算他在界别里面是没有社工行业 我都会递一张申请表 因为我目的不是要他一定要得到 因为我目的就是 我希望是 就是我觉得这个有个权利 因为我本身 我在香港出生的 基本上我应该有这个权利 如果有机会可以 给我有居英权可以留在香港 我继续做事 我这是最希望可以得到的东西 对了 如果申请来说 可以的机会是很低的 我就没有申请安全的 乖先生 我就申请了 不过现在就还没结果 我为什么觉得又会好些 就是我始终对 中国政府的信心不是那么大 我的看法都是 以这些分辑的界别来说 我不敢说有什么分化 或者有什么那么大的字眼来说 但起碼來說我覺得很公理 這些跟其他國家的領事館申請的移民資格根本沒有分別 講到一個很公理的問題 你是有利用價值的就歡迎你 我覺得拿到居英權的話不是一個大不了的秘密 我所有的朋友之中 有些有居英權有些沒有 有些有外國的都不覺得是一個大不了的事情 盧律師的朋友林先生已經擁有一本澳洲護照 但一樣有申請居英權 以他的外國公民身份申請居英權要扣200分 但他都決定駁一駁 我覺得就是認為香港政府首次提供這麼廉價的移民服務 給香港市民 如果不申請就好是香港市民的損失 林先生是馬主 名下擁有幾間地產公司 他以企業家的身份申請居英權 已經收到信約他去核對文件 為甚麼選擇多一個呢 我們交稅交給哪個政府 哪個政府是便宜的稅 我們就交居公民 那似乎當然是英國的稅項是比較低的 比澳洲 如果那個稅項不是說 你可能自己去香港 No one can tell 你可能是 No one can tell 多好 更多 多好 這次 都不需要 打針 都不需要 醫生37歲,去年11月拿到居英權 一家五口隨時可以換英國公民護照 他坦白承認,申請居英權 是因為對香港政治前景失去信心 覺得他一定會變 向哪個方向變? 所謂近有攜花向日傾的變化 不是很樂觀 為甚麼這樣說? 看到現在的形勢,其實很多人都在變 覺得很多人都開始不敢說自己心裏的事 如果當真是去到九七的時候 我相信那個變化會更加厲害 可能越來越多人不敢再說聲 當我覺得大家都不可以唱所欲言 或者做自己想做的事的時候 我想就要離開這個地方 這個機會會打不打? 有,有機會,不過不知何時 即是說你也有可能在九七前來香港? 有可能 林太也是醫生 移民風氣最盛行那幾年 他們只是申請了新加坡居留權 但就沒有考慮過澳洲和加拿大 如果做醫生的身份來講 移民其他地方是很大困難的 為甚麼投資移民? 如果這樣就要做很多事 比較上就不想用這個方法去住 不想做太空人 還有就不用做二等公民 即是其實就很想 即是中國好 我們就無論去到哪個地方都是好 即是如果中國不好的話 那就沒甚麼辦法了 即是逼著去到外國都是一個避難所 過去幾年 林醫生一家始終沒有離開香港 六四事件都動搖不到 林太留在香港的決心 六四之後更加不太想走 那麼多人都肯犧牲 那時覺得其實還想做中國人 即是如果可以的話 令到中國好一點都是好過 完全不付出 我自己一生來講幾十何處 即是無謂去外國 就這樣很平淡的生活 就算你有甚麼貢獻 都不是為了中國好 但另一方面 在理智那裏告訴我們 即使所有香港人加起來 我們所做到的事 亦都是很少 亦都更加想幫自己 找到多一條後路 結果除了新加坡 還找到英國的後路 如果太過不理想 逼不得要就要走 但我們就會一起走 就不會說留得一個 在這裏繼續賺錢 另外一些人去做太空人 林太最後都決定和丈夫共同進退 不過有些夫婦呢 就在申請居英權的時候 分道揚標 我跟太太的協議就是 她申請 但不要加案名 我自己也不會申請 我們今天知道 我們自己不是去 黑球英國人的收留 盧龍光牧師 六四事件後 發起港人救港運動 爭取居英權 港人救港 但是到英國政府 批准居英權計劃 她反而放棄申請 這個權是香港所有居民的權利 而究竟 香港人選不選擇運用這個權利 是香港人的事 就不是英國人選擇香港人 哪些才有居英權 英國政府只是批准了五萬個家庭 這個配額 我們是不滿意的 而我個人不需要居英權才有安全感 英國給的配額這麼少的時候 根本應該給一些更加有需要的人 去申請更加好 因此我就不申請 我的心當然是很想 她和我一起簽名 但是當她說 不要遇她了 我也不會很驚奇 或者很不開心 因為我也老早遇到這樣 因為其實當我和她結婚的時候 我們都說得很清楚 我也知道她的心願是留在香港的 盧太說服不了丈夫 唯有自己單獨申請居英權 我覺得我應該享有這個權利 而且她也鼓勵我去申請 另外我父母很早已經移民 他們很早也鼓勵我去移民 在六四之後 我覺得做這個決定 我覺得都是適當的 盧太是政府學校的教師 她的居英權申請已經通過審核 相信政府很快就會正式批准 盧太當初想著 拿到居英權 即使香港政治環境怎樣惡劣 她都願意留在陪丈夫 但是到他們第一個嬰兒 兩個星期前出生 盧太就改變了這種想法 心的責任感是重了 以前就只有兩夫婦 覺得兩個大人的事都容易劃胃 現在多了是小生命 考慮的東西就比較多 我也覺得有了居英權 是會好一些的 如果將來香港的情況 是令你不開心呢 你擔不擔心一個人是要分隔兩地 我也擔心有這個可能性 但是我希望不會發生 還有我想一切都要看 到時那個政局 或者局勢的發展 如果是去到最壞的情況 可能就算我沒有居英權 或者在香港 我們夫婦都要分開都不定 不過有了居英權 我就覺得我們會有一個 比較正式的路徑 我和女兒是可以離開香港 至少安全一個時間 我都希望有機會 這條路徑都會幫我 和我丈夫復合 政治前景不明朗 很多人都為下一代 買定政治保險 李太是公務員 上星期只一家大小 換了英國公民護照 很開心 做完這件事 盡了做媽媽的責任 讓我兒子有居英權 我其實都不是說 怕九七之後 加回香港 美中的大陸 我都是為了兒子 我的兒子 就是有選擇權 他可以留在我們發展 我的兒子去了英國讀書 我拿了居英權 他有了英國護照之後 他出入境就方便很多 李太是資訊科技署的 高級系統經理 負責為政府部門 提供電腦的應用 知識和技術 電腦人才 在外國很吃香 李太兩年前 就想過移民加拿大 那時候 小孩子在這裏 全人類都說 為了小孩子 旁邊有朋友 同學 很多都移民 變了有壓力在這裏 我就不喜歡 那些小孩子在香港讀書 他們填納式教育 我覺得他們讀得很辛苦 這份移民申請表格 結果沒有遞入加拿大領事館 在那段時間 我剛剛申請了兒子去英國 我讀基蘇學校 然後就宣佈了一個居英權 所以就好像也挺適合我的安排 李太太說 以他這樣的人才 英國沒有可能會拒絕他的申請 我有很多信心 因為我的學業背景也不差 我在這個行業也服務了很多年 在政府也做得久 我的兒子也在英國 有英國聯繫 我很有信心 我一定可以 我一定是在這個行業的頭 我自己當然是覺得是 我希望別人看我也覺得是 為甚麼這樣 因為現在來講 資訊科技的人 真的走得很快 有得十年八年經驗的人 就真的很少了 李太太說 游了太平洪 就可以安心工作了 我在這裡也覺得做得挺好 香港現在的環境 我都挺滿意 我現在的計劃 是想在這裡還要退休的 他說只有兩種情形 會令他拿著英國公民護照 離開香港 第一個就是當香港現在的自由 民主法制是不可以再維持的時候 我當然是會想辦法離開香港 第二就是當我的兒子 覺得在英國的發展 是會大於香港 而決定留在英國發展的時候 我當然是會過去跟他們團聚 不過我覺得這兩個的可能性 是都挺低下的 我的兒子 他們好像不太喜歡留在英國發展 但是他們就不知道是回香港 還是去加拿大、澳洲那些 疑問 目前仍然是被人高談 闊論的日本話題 但是 很多人一拿到居英權 就很低調 各種原因 只有當事人最明白 願意出境的少數人 就說 沒甚麼好顧慮 我覺得中國這麼大一個國家 不會因為 我拿甚麼護照而消氣 最差的情況之下 我轉身就消了護照 拿特區政府護照 一樣的 不過那些是97年之後的事 那時候 我那時候年紀也有那麼多 可以不用害怕 我最多就是做一個沉默的香港人 不去躺開車 但我的兒子就有選擇權 可以留在我們發展 如果將來香港的情況許可的話 即使有這本護照 我也不會用它 如果將來情況這麼差的話 即使沒有這個護照 我都要找其他的辦法 我最好不想中國的那些令人逃我走 好可惡 那我會在用一個抬日子 我從來看 我才能買一張 我想說 我會在舊 我擔心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